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他将接听现任的总统约翰尼森 成为下一任的总统 现任55岁的汤马斯杜提尔 在冰岛的总统大选中赢得了34%的选票 击败得票率25%的前总理 而冰岛每届总统任期14年 拥有的政治权利虽然有限 但是在人口将近40万人的冰岛 总统常常是扮演让社会团结的人物 汤马斯杜提尔曾经担任冰岛商会的会长 也在2007年创立了金融服务公司 目标是把社会责任和女性观点融入金融领域 他预计在8月1号宣誓就职 也成为冰岛历来的第二位女总统 不过同样是总统大选 在墨西哥确实可说是历来最血腥的一次 因为在投票日前 已经是有38组的候选人遇害身亡 而最新发生的一起 甚至还发生在投票日的前一晚 看似正常的竞选造势到一半 突然一把枪出现 当街把墨西哥这名市长候选人给射杀 尽管发生枪击 但选举投票却照常进行 因为大选枪击在墨西哥可是家常便饭 在6月2号投票日前一晚 墨西哥西北部一座名为克兹提奥的小镇 一名35岁的候选人在自家门前被两名枪手射杀身亡 根据路透社报道 今年墨西哥大选投票日前 已有38位候选人遭暴力杀害身亡 而这和当地常年的黑帮问题有关 事实上墨西哥治安败坏 选民最在意的就是到底谁能搞定治安 准备卸任的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却还自称整顿治安大有成效 但这点也被分析师打脸 今年墨西哥总统大选中两位最被看好的都是女性 尤其是墨西哥前市长玄恩鲍姆 她被看好成为墨西哥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TVB新闻综合报道 而印度国会下议院的选举从4月19号开跑 历经了七个阶段的投票终于是在一号画下的据点 主要的出口民调都显示由总理莫迪率领的印度人民党和联盟政党表现 是超乎各方期待 预计可以夺得三分之二的席次 渴望让莫迪拿下罕见的第三个总理任期 而莫迪也在社群平台发文 说国家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胜出 他表示人民再次选择他们是因为见证到弱势族群生活状况的改变 以及政府如何透过改革让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如果莫迪确定胜选 将成为继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之后 第二位取得连续三个任期的印度总理 而川普成为了美国史上第一位行事定罪的前总统 在Google上搜寻的次数是暴增了 这也让美国挺穿反穿两派的对立更加白热化 甚至在节目上炒成了一团 这消息传到海外 连俄罗斯也帮腔 算美国人是肃情政敌 CNN节目上来宾为了美国前总统川普吵翻天 共和党人说是政治追杀 川普无罪并有罪 律师听了大爆气 律师气到还开地图炮 要把整个共和党骂一遍 越骂越凶 一旁看戏的CNN主播终于忍不住喊暂停 川普定罪计划 美国舆论对立 纽约时报头版只写川普有罪 保守派的纽约邮报却是写司法不公 一时间川普成为网络搜寻冠军 川普选情的冲击程度各界还没有定见 消息传到海外 欧洲极右派圣瓦利总统奥班 当然是声援好麻吉川普 俄罗斯竟然也是帮枪酸 美国人肃清政敌 倒是美国的盟友们怕激怒 未来总统选择先观望 不过川普的妻子梅兰尼亚 人也在纽约 却没有陪川普出庭聆听判决 毕竟风口飞案牵扯到婚外情 难堪也只能自己吞下去 川普在过去担任总统期间 曾经试图要禁止短影音社群平台抖音 但是现在却被发现说 他开通了抖音的账号 在线报导这项消息的政治新闻网 就指出说川普是一号 在抖音的账号发布了一段影片 内容是他在纽泽西州 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 现场和粉丝互动 而川普在加入抖音 大概一天之后 已经是吸引了300万名的追随者 外界就分析 川普加入抖音 可以帮助他搅逐白宫大会时 接触年轻的选民 而至于对手拜登的竞选团队 也开设了抖音的账号 拥有超过34万粉丝 收到拜登 他才宣布说加萨三阶段的停火提案 但是引起了以色列国内的内讧 因为以色列的民间 其实普遍是支持拜登提案 暂时内阁也点头同意了 只是总理纳坦雅胡却是一意固形 不顾国际社会谴责 反对 以色列证实军队进一步 深入攻打加萨南部城市拉法市中心 造成巴勒斯坦百姓受伤 从CNN公布的卫星图来看 圈出来的都是以色列坦克 而且从5月5号到29号之间 可以看到拉法东部预袭的前后对比 大量建筑物惨遭夷为平地 沦为黄土 拜登的停火提案 第一阶段包含全面彻底停火六周 以军撤出加萨所有的人口 稠密区 第二阶段要以色列彻底离开加萨 以哈双方也要就永久 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 第三阶段则是启动加萨重建计划 以及归还任何遇害的人之遗体 拜登的停案因为来得太晚 在美国被挺拔人士呛可耻 只是以色列人却表态支持 不只上街的抗议者 以色列战士内阁也一致同意拜登的提案 只是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似乎铁了心 罕见在安息日发声明说要消灭哈马斯 以色列国安部长班级维尔也再度威胁 如果总理接受协议的话 不排除推翻联合政府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北韩又在周末投放了垃圾气球到南韩 而且全出了大小的灾情 像是有很多的车辆在行走之间 突然是气球从天而降 在仁川机场也因为气球的飘禁 所以三度的暂停了航班起降 轿车不得已直接停在路中央 仔细一看车头前还有巨型气球 驾驶拿着赶紧打电话求救 南韩各地周末又出现污秽气球 就怕是北韩借此发动生化战 南韩的爆裂物处理小组赶往各地处理 民众更是人心惶惶 扰民案件不只出现在 景陵边境的江源道 还有中青北道 庆上北道等地 甚至靠近首都圈 都被发现有气球坠落 连首尔外国语大学也受害 北韩이 살포한 대남 오물풍선이 인천国제공항에 떨어져 주말 동안 세 차례 항공기 운항에 차질이 빚어졌던 것으로 확인됐습니다 轿转机场光是周日上午六七点 也因此分别暂停起降二十分钟 周末有五十一架次航班延误 而南韩多天来监测到七百二十颗气球 지난달 28일부터 어제까지 휴지 쓰레기 15톤을 각종 기구 三千五百여 개로 南韩不满屡屡遭挑衅 양言反制要恢复 以往在边境 以扩音器广播的资讯站 惹怒原本决定暂停行动的北韩 남측이 전단 살포를 재개하는 경우 발견되는 양과 건수에 따라 백배 휴지와 오물량을 다시 집중 살포하겠다고 주장했습니다 北韩警告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将以更激烈的手段来报复 这场投放统战文宣之战 也让朝鲜半岛关系更嫌紧绷 TVB新闻 美日韓的国防部长二号 在新加坡会谈 强烈的反对在印太地区 企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而且还强调台湾海峡 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美日韓的国防部长 是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中 一致同意 基于印太地区和平稳定 三国将进一步进私讯共享 联合演训等安全保障合作 予以制度化 也预计是从今年的夏天就要开始 针对中国大陆军事扩张 三国的防长也一致强调 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端促两岸问题和平解决 另外也谴责北韩多次试射弹道飞弹 而对于北韩发射军事侦察卫星 他们同样表达忧虑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出现在新加坡的 香格里拉国防论坛现场 他在演说中也提到说 乌俄战争现在陷入胶着 需要各国的援助 眼前炸弹威力惊人 紧邻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战况最胶着地带 这群士兵派驻前线敌死防御 没有任何地点是安全地带 因为俄罗斯现在火力全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 连平民区也不放过 住宅大楼深夜遭敌军轰炸 据传是动用S300地对空导弹 至少四人死亡 还有二十五人受伤 俄罗斯这时候还夸耀战果 俄罗斯出动匕首及因素飞弹 针对基础设施轰炸 破坏乌克兰电网和能源设备 面对俄军攻势 乌克兰正以外交博取援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惊喜出现在新加坡现身 香格里拉国防论坛上发表演说 泽伦斯基痛批俄罗斯总统普钦要将乌克兰永远消失在世界地图上 希望让亚洲盟友感受到乌克兰的压力 泽伦斯基除了马拉松市和各国领袖会面 也不忘找美国盟友要武器 这也是华府允许乌克兰有限度攻击俄罗斯后 双方首次高层级官员会议 泽伦斯基更邀请各国参加这个月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 希望能让全球目光再度回到乌克兰身上 TVBS新闻得不到 接下来目光最焦是93岁的媒体大和梅多 二号在美国加州的自家葡萄酒庄 举行了他第五次的婚礼 是和67岁退休分子生物学家朱可娃结婚 梅多过去拥有过四段的婚姻 最知名的就是和第三任的妻子 也就是华裔企业家邓文迪的妇女恋 而据了解梅多和新婚妻朱可娃 是去年在邓文迪的派对上相识 朱可娃来头不小 前夫是俄国的石油亿万富豪 梅多在去年9月卸下了集团董事长身份 交棒给儿子 根据复笔式杂志说 梅多家族的资产净值就高达199亿美元 大约是台币6400多亿 报导指出梅多和朱可娃的再婚 也不会影响他的媒体帝国未来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的旋风吹到了台大体育馆 他发表了主题演讲 全程是三声道切换语言 他更幽默地示范了AI科技的应用 我们家做的没拍看 AI教父黄仁勋台大开讲 谈AI科技中英台三声道切换 从25公里提高到2公里 过于讲的标准吗 原来影片中的声音并非黄仁勋本人 而是由AI替他来读稿 但他要介绍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 就是以AI模拟地球 能够预测未来气候 若利用AI创建全球气候虚拟模型 可以精准预测天气的巨大变化 西象鼠也能借此观测台风轻台 可以模拟范围突破性地达到2公里 谈话与台湾携手合作 创造全台AI基础建设 黄仁勋抛出数位人类新愿景 在全球掀起一股AI旋风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 黄仁勋除了带来AI的旋风 他还在演讲中是歪楼自爆 他说自己从小就爱逛夜市 不只是因此被刀划伤 脸上流疤 还是用台语狂赞通话街的水果摊 年年不忘童话夜市水果摊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只隔一年站上台大讲台 讲的是AI但却歪楼 自爆四岁半就爱上逛夜市 王永修说这是夜市置物行销 还跪求也没有通话夜市概念股 毕竟这回来台已经到夜市报道 跟阿姨热情互动大力捧场 不只逛夜市都有修周家人 很有爱就会在台当演讲 妻子也全程陪同 妻子应为傲 台湾人也大赞着演讲内容 是台湾宣传片 台湾是无名的英雄 确实世界的支柱 亲爱的伙伴们 你们是AI产业革新的后盾 黄仕魅力男党就联演讲结束 散场时也被民众团团围住 寸步难行 一路签名到离场 朝清明最后还被民众拍到 黄仁勋结束后到百元热炒店吃饭 拍照签名一样来者不拒 但现在却也被肉搜 斑马身份证字号在确实上发文 说黄仁勋跟父亲的户籍 都是在台北市 是A开头不算是台南出身 网友回应字母是报户口的地方 提问到底有多气黄仁勋是台南人 也有不少人是支持辉达提告 毕竟黄氏魅力大 AI就附成了最热人物 但还是得拿捏好分寸 避免触发 在这场演讲当中 黄仁勋也是直接的点出 台湾和辉达的合作 更直接在背板就秀出了 43家供应店的伙伴 对此今天台股受到了激励 开盘就大涨了333点 秀出整排机器人 俏皮可爱还会挥手 AI教父黄仁勋点出未来 关键就是这群人型精气人 更点名自行车大厂 巨大台达电 威创 河朔还有鸿海舞台厂 都有导入机器人运用 特别秀出跟鸿海合作的 虚拟工厂影片 也说目前鸿海是利用 辉达的数位软身技术 打造机器人工厂 而一开头除了舞台厂之外 背板也大方秀出 供应链伙伴 强调台湾跟辉达合作 创造了AI的基础架构 背板秀出了台积电 鸿海 广达 人保 巨大 联发科等 43家合作供应链厂商 还有台大 台科大等 16所合作大学 但被点名 今天台股也受到激励 一开盘就大涨33点 随后在10点51分 更飙涨437点 指数占上21611 新高点 台积电 鸿海 这些标准的AI概念股 几乎都呈现一个 大涨的走势 台积电盘中大涨到848元 涨幅高达3.29% 鸿海大涨超过4% 被点名的供应链 联发科 伪创 广达 合作 涨幅都超过百分之二 而合作厂商 广玉成要等 更是职工涨停 皇人熏带的AI热潮 带动台股 也看好未来 会出现更大涨幅 体育新闻 杨静波 家庭台北 AI正在快速的发展 但是AI链却面临到缺料的危机 不过危机就是转机 台湾有三家的大厂 分别在关键的封册 先进封装扩大产能 扮演了缓解缺料的角色 AI笔电获得Computex 官方奖项金奖 AI的一个演算法 360度收音 就像会议时一样 AI去侦测说 你后面是不是有人在偷窥你 那一幕会自己按掉 或者是锁起来 内建NPU处理器 独家AI智慧引擎 针对使用情境 自动切换系统设定 比如说你现在玩游戏 或者是你用文书 或者是你看电影的时候 它会针对你用的场景 去切换物一样的 比如说画面的色彩 你用文书的话 商务笔电先搏机身设计 结合工作所需元素 同样获奖的还有NVIDIA 超级晶片 以太网络平台 软体平台 获得评审青睐 这些产品主要在于 加速推动AI应用 我们台湾一起合作的伙伴 非常的多 不论是对于消费者 这边的PC这一块的 还是对于伺服器端的 生态链 台湾就是重型 我们老板有讲过 AI效能升级 提高运算资源的整体利用率 更少的伺服器 支援相同的工作量 降低能源成本和占地面积 HBM是high bandwidth memory 算是GPU应用会用到的记忆体 我们的GH系列的产品 DGX里面 他们的GPU是用HBM 没错 AI时代来临 整个AI产业链动起来 最重要的是要有米才能煮饭 包括历程 台积电 日月光等三家台厂 分别在HBM关键封测 先进封装扩产 台湾DRAM厂目前并未具备 HBM生产能力 台厂提供HBM封测澳元 缓解供不应求压力 在二零二年 不是全世界都把订单 用进来台湾吗 接下来我们在二零二三年 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存货的修正调整 以目前我们看到AI 非常缺货的这个记忆体来讲 其实记忆体 因为它是比较接近终端消费 所以它其实在二零二三 二零二的时候 它其实是最快精力修正 而且它的报价 相对其他电子零主界 比较透明 所以其实它在二零二三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修正 那在这个期间 我们可以看到 国际的一些记忆体大厂 都出现了史上 甚至三十年以来的 一个最大的减产的动作 所以这个动作 其实回来我们再看看 从去年下半年 其实景气已经慢慢慢慢的 已经有一点落地 但是国际的一个趋势 或是当时AI的运用 也大概是从去年 第三第四季慢慢开始出来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其实存货是从一个高峰修正下来 是一个相对的低档 这一次在修正的期间 我们可以观察到价格没有下来 成本是攀升的 所以这也导致呢 当大家觉得景气复苏的时候 还没有看到一个很长线订单的时候 大家不太敢去备料 AI伺服器对于电源供应的需求 是过往的二到三倍 电源技术的推进 也是重要观察指标 另外代工大厂 包括鸿海 广达 伪创 伪影 音叶达等业者 是AI伺服器与AIPC的重要供应来源 升城市AI时代来临 台湾供应链在硬体领域扮演关键角色 也为缺料冲击提供解决方案 TVBS新闻中的荣谢晨熙 王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今天追踪第一线 在我们线上的是 驻北京特派记者陈运文 运文好 作客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要先请教你 是日记新闻就报导说 腾讯的控股被中国大陆当主要求 要降低微信在支付市场的占有率 那么说是主要针对店面扫描 QR Code的支付市场 而不是网路的购物支付市场 但是腾讯是否认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运文 好 确实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目前在中国大陆 是有两大支付龙头 一个就是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 另外一个就是阿里巴巴的支付宝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数据的部分 就是数据显示 微信支付的用户就超过了10亿人 中国的人口也才就是14亿人 那微信支付的用户就超过了10亿人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用户量的 而且微信近年还是逐步的在试图开放 就是打破不同平台的这个限制的 那种支付的限制 所以它的支付是越拓越宽的情形 那目前来看到是微信的市占率 它确实是领先支付宝的 两者的比例大约是落在3比2 这样的比例 而从这个交易比数来看的话 微信的市占又更高了 而且很多都是这种小额的交易 是比较多了 那来看到其实中国大陆 它是一个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所以这样的手机行动支付 它的利润会是非常庞大的 而且像是今年的第一季的数据就显示 这个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的行动交易总额 就超过了92兆人民币 这个所谓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的行动支付 就是指这个非银行 像是腾讯支付宝这样的行动支付的平台 他们的交易总额在第三季就超过了92兆人民币 而且当中以这个QR Code的交易额 就达到了15.6兆人民币 是蛮大的数字 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数大招锋呢 因为其实在先前 这个中国的央行就曾经提案 要针对行动支付 如果市占达到一半的非银行服务供应商 就可能要被这个反垄断调查 这个鉴止的就是 微信支付跟支付宝了 不过因为这项提案呢 之前是太过争议了 所以后来就被剔除 但是现在这个日经的消息又指出说 北京当局呢 在要求微信支付 要降低他们的市占率 尤其是针对了这个线下店面的 这个扫QR Code的支付的市场 但是呢 微信官方呢 他们是发文辟谣 说这个纯属谣言 不过其实可以看到一个迹象 就是其实从这种大到 可以影响到国家的网路科技公司 像腾讯啊 像阿里巴巴 他们其实从2021年开始 就不断的被被 经当局来出手整治了 另外是2016年 为了这个中国大陆 暴富南韩部署萨德防御系统 就有实施了所谓的限韩令 就是限制南韩的艺人到中国演出 但是时隔九年 终于有一个来自釜山的独立乐团 要在北京举办演唱会了 这代表限韩令解除了吗 韵文 确实我们来看到 就是现在可能代表说 中韩关系有一些 可能比较正向的变化 我们先看到 因为先前是南韩呢 跟美国合作 在南韩部署了这个萨德 飞弹防御系统 就让北京非常的生气 因为北京会担心说 这个萨德系统呢 虽然是针对了北韩 但是他们并不清楚 是不是有可能会去用在追踪 或者是遏制中国的核武器 所以北京呢 是非常不满这个萨德系统的部署的 所以在当年2016年呢 就寄出了限韩令来报复南韩 就是限制南韩的议员 是不能够到中国去演出的 但是呢 从去年开始呢 这似乎就有一些松绑的迹象了 就是呢 在逐步的开放K-pop团体呢 可以在中国大陆举办 一些签名会啊等等的活动 甚至呢 现在有传出的是一个 来自釜山的独立乐团 被核准了 在今年7月份 可以在北京举办演唱会 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其实在微博上 引发不少的讨论 但是呢 其实蛮多是那种 比较激进的爱国小粉红 在批评在骂 认为呢 是表示不欢迎这样的韩团 到北京表演的 不过可以来看到 是根据南韩的 韩联社的新闻分析指出 就是中方批准 这个南韩的歌手 在北京开专场演唱会 是十分罕见的 而且上一个可以上开专场演唱会的呢 就是这个韩团B-Band了 那B-Band之后呢 长达9年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韩团 可以在中国开演唱会 出一个停摆的阶段 不过你看到是 为什么现在中方之间 会释出这样子一个 好像松绑的讯号 或许跟这个中韩两国在五月份 官方的互动密切很有关系 因为呢 在五月份的时候 中韩双方除了外长的会晤之外 就是呢 在首尔举办的这个中日韩三方领导人的会谈 虽然中方呢 是降级降格指派李强出席来代表习近平 但是呢 会后三国是共同承诺 在文化 旅游 经济 教育等方面要加强实质性的合作 所以呢 看来现在这个限韩令 是不是有可能来解除 也或许目前北京官方也正在试选文 好 谢谢韵文带给我们的最新消息 谢谢 好 说到韩流啊 我们要来看到是韩团呢 近期也掀起了逆应元的风潮 就是换成偶像给粉丝礼物来加油打气 不只是送歌迷香水啊 墨镜啊 甚至还有韩团是跟每位粉丝线上拥抱 방탄소년단的 데뷹日을 기념하는 행사인 2024 페스타 일정표를 공유했습니다 阿民们期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BTS方蛋少年团大哥진即将退伍 G는 저녁 다음 날이자 서울 장실 종합 운동장 일대에서 열리는 오프라인 행사 2024 페스타에 참석합니다 退伍隔天刚好是BTS出道纪念日 Gin就宣布自己会参加庆典 透过抽選总共四千名粉丝一起同还 歌迷们苦等均白旗结束 当然Gin也献上大礼 居然有拥抱环节 活动时长三个小时 让歌迷又惊又喜 不只拍手还可以拥抱 在韩心中真的少见 歌迷之呼太重粉 而说到重粉 韩团New Jeans也不遑多让 二号参加音乐节目的演唱会 台下粉丝奋力应援 女孩们也准备给BUNNICS的逆应援 精品香水加上小卡钥匙圈饼干 统统送给来看的粉丝 上个礼拜甚至送了精品墨镜 一人一份 还有GIDOL中国籍成员宋宇琪 也曾在solo活动中 送给粉丝火锅店 一个人十万韩元 大概两千三百块台币的储值卡 就是要粉丝好好吃饭 韩团力应援文化 让歌迷们也感受到 偶像的真心和爱 TVH新闻女转女文组合报道 大陆国防部长董君 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会议上 是发表了专题的演说 他就说谁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 那么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是频频的发表了恫吓台湾的言论 甚至主持人都忍不住打断他的发言 大陆国防部长董君 参加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议 发表专题演说 虽然强调大陆国防政策 理念是开放包容 却频频发表恫吓台湾言论 全程不看稿也没有读稿机 董君显然有备而来 但或许是老调重谈 连来宾都看不下去 有主持人试图打断动军发言 除了谈台湾 中国大陆对俄乌战争的态度 更是全球瞩目焦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香格里拉会议上直言 已经有106个国家和组织 将参加这个月15号到16号 在瑞士举办的和平峰会 但大陆拒绝出席 让他相当失望 董君回应 陆方致力于劝和促谈 严格管控居民两用物资出口 不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但对大陆官方不出席 瑞士和平峰会仪式 没有正面回应 TV北新闻综合报道 回答主行长黄仁勋的演讲 外媒怎么看呢 记者林彩轩有最新的消息 黄仁勋在台北国际电脑展的主题演讲 一样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 全球财经新闻龙头彭博社 在标题写下 AI热潮吸引27亿美元外资回流台股 是因为台积电和回答效应的影响 光是在5月台股就吸引全球投资人 27亿美元的资金 福斯财经新闻也在平面报道中提到 黄仁勋在演讲中不断强调台湾的重要性 还承诺台湾科技将会引领全球的AI浪潮前进 据日本的日经亚洲也在网站上的报道中说 黄仁勋暗示回答的目标 是每年推出新的人工智慧晶片 还透露将会在2026年推出下一代Rubin GPU 最后来看的是南韩的中央日报 标题直接写上 台湾将成为全球人工智慧中心 报道中也说黄仁勋在演讲中宣布 未来除了半导体的生产 会委托给台湾供应链外 还要和台湾各科技企业合作 引领AI革命 让台湾成为全球人工智慧的中心 超委执行长苏之锋 则是今天发表的演说 他一上台就宣称要推出 全世界最强大的AIPC处理器 早安 大家好 亲切用中文跟大家说早安 超委执行长苏之锋 一袭深蓝色套装 搭配粉桃色衬衫 亮丽活泼 三号早上现身南港展馆演讲 一上台就宣称要推出 全世界最强大的AIPC处理器 向Intel校正意味浓厚 同场也发表专为游戏设计的新晶片 并秀出由AI晶片打造出来的台湾夜市风景 行人步道商家完整呈现 现场他化身主持人 邀请合作伙伴上台分享成绩 谈到AI趋势科技大佬也很关注 维影创办人林宪明 广大副董事长梁刺政 台塑集团总裁王文元 立基电创办人黄聪仁 都到场共享盛举 Computex演讲在超委指定长苏兹峰打头阵之后 三号下午一点半到两点半 则可以看见高通指定长爱蒙来接手 而在隔一天六月四号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则可以看见Intel执行长季辛格 屏东东港正值黑鱼鱼祭 但是有YouTuber就特地到现场买了一尾分切 在肢解的时候确实引发了争议 一看到比人还大的黑鱼鱼 民众简直乐坏了 重点是他们还当场买下 准备分切后全部带走 老师傅到场拿起了鱼刀 当场上演分割秀 原来有YouTuber在黑鱼祭 到东港买下整尾的黑鱼鱼 还拍遍po网 但整个过程都在水泥地上 也引发网友讨论 确实从过往的影片 可以看到许多师傅 都会在地板上直接分切黑鱼鱼 但随着卫生意识抬头 有人嫌脏 有人直呼不卫生 还有人说这可能是东港的鱼市日常 但渔会也有话要说 原来从去年起东港渔会已经严格要求分切黑鱼鱼都得垫着木板 冲回现场许多业者都有遵守规定 但还是有部分作业直接在水泥地上进行 原来是 虽然YouTuber事后在影片下方留言 认为在地上鲨鱼各鱼港都大同小异 自己分切后有低温冷冻 食用前解冻也有盐水清洗 但却没提到东港渔会去年起已经禁止地上分切的规定 难怪引发渔会反弹 也让当地人急着跳小 TVBS新闻叶峰达屏东报道 抗通棚在彰化田尾的这家店价格是超级佛心 各种小菜只要十块钱 主食也都只卖二十到三十元 豆包十元 笋干十元 豆皮十元 这家目标不是古早时代 是现在进行式 各种小菜通通只要十块钱 这么佛心的价格在彰化田尾这家乡土小吃 小吃太一开张民众大牌昌龙 不但小菜十块钱 还有面跟汤以及米糕 也都是铜板价 只有二三十元 顾客自作取餐端了一整盘 直呼太便宜 先生徒享餐托盘装满了 有汤有米糕有小菜实在太丰富 小吃太会在彰化田尾 不少民众逛田尾公路花园 就转来吃佛心小吃 估计比市面上平均价格便宜了四成左右 有人现场吃还外带 老板说没有店租 顾请员工等成本压力 小菜也是自己做不用赚太多 前年顶不住通膨 他们等涨五块 小菜维持十块钱 不过以前也卖鸟蛋 现在取消了 因为实在太贵 货源也有问题 小吃蛋之前专给脆残狼吃点心 现在大部分是左邻右舍 家中不开火的时候来买 有如社区厨房 还有慕名而来的游客 体验瀕临绝肌的十元小菜 TBS新闻陈志众务数评 桌上文具公仔还放了几本字典 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房间 是这位22岁东京青年 每天窝着的地方 大部分时间都在家 不就学不就业 不想社交也不想找人说话 打游戏滑手机度过一天 这在日本其实有个专有名词 中文叫加里敦 定义是连续六个月以上 不太走出家门 几乎都窝在房间 如果出门 也只会在家附近采买 上周围22岁男子 小学五年级 被同学霸凌后不想上学 中学只读一星期就放弃 函授课程也半途而废 成了加里敦 而家里窝久了 负面情绪也在堆积 但他不是最严重案例 疫情前日本政府曾经估计 全日本至少115万名 加里敦族群 而零二三再次调查 便大约146万 等于每50位15到64岁人口 就有1人 东京都去年调查 就算不是加里敦 也有将近四分之一受访者 经常因为负面情绪 就不出门 而疫情过后不止日本 越来越多国家发现 加里敦根本成了全球现象 从美国到非洲 中奈吉利亚再到欧洲的丹麦法国都有相关研究 这位法国妈妈很担心儿子 有用家人往往能成为改善的关键 回到日本 政府越来越重视加里敦现象 也开始想方法伸出援手 各级政府设立咨询专线 还有精神科医师 尝试用对话机器人 协助加里敦的人 建立沟通社交能力 另外九州大学也有研究 未来可能用血液样本 就能及早发现加里敦倾向的患者 尽早介入改善 甚至开始治疗